总统府内最新的状况啊 刚刚的副总统吴敦毅啊 跟这个一些媒体呢 还有一些这个包括官员在进行查询的时候 他谈到了林一世这个案子啊 他说希望官员们能够引以为戒 马上联系给记者蔡友情 好 各位观众呢 副总吴敦毅呢 刚刚对于行政前面部长林一世呢 涉及收贿 他表示呢 人生无常围在一念 他也希望林一世呢 能够尽速改过 要切实的悔改 有时候一面之差 就会有不同的发展跟结果 所以对他出现这几天 大家都了解的事情 我想包括马总统在内 都已经表达了对社会的歉意 而且他也希望林一世 能够面对事实 真心的这个 做认错 就是连结招牌都掉下来 那也没那么严重 可是如果一页落 你就要止求 尤其这一页不是小的叶子 乃是很大的叶子 所以这次 吴敦云呢 成了这次危机呢 的确非常的严重 不过他也特别强调 这次呢 也证明马总统整个连政措施呢 其实非常的完整 才让这个案件呢 整个非常快速的来进行处理 也没有任何喊出政治破坏的声音 因为他认为呢 这次事件对马总统的影响 并没有这么大 也没有那么大